欢迎来到起司推文 每天更新优质完结文 喜欢的记得点赞订阅哦 那么正文开始 我死在丧尸爆发的第三年 资源匮乏 物资紧缺 让事到变得无比的艰难 我被我的未婚夫和好闺蜜 推进了丧尸群 只为了一个过期的罐头 猛地睁开眼 我竟然重生了 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距离丧尸爆发 还有一个月 我独居 父母给我留了一套近郊的别墅 平时我都住在大学的宿舍里 丧尸全面爆发那天 我的未婚夫 恰好和我的闺蜜 都在我家的别墅里 我是个仓鼠体质 又有收集体和强迫症 每次遇到购物节 只要觉得价格合适的 都会成香成香的囤 在我家别墅的地窖里 有着20袋100斤的大米 20袋100斤的面粉 100桶20斤的花生油 以及几十吨的纯净水 我买了四五个巨型冰柜 放在地下室 都被塞得满满当当 里面放着200斤猪肉 200斤羊肉 200斤牛肉 还有各种各样的速冻食品 那些素食品和零食 更是不计其数 光各种口味的方便面 就是几十箱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不会过期的话 我一辈子都吃不完 那些不容易过期的生活用品 例如各种纸巾卫生巾 棉被衣服 洗漱用品 更是夸张地摆满了 一整个20瓶的储物间 看到我屯的物资 他们都惊喜极了 张桃更是一个劲地夸我有远见 靠着这些物资 我们三个人就一直待在别墅里 直到第三年 物资开始腐烂变质 让我们不得不开始外出寻找食物 临死之前我才知道 我的未婚夫张朝和我在一起 不过就是为了房子 而他一直和我的闺蜜心田有私情 醒过来后 为了避免麻烦 我第一时间找办嫁证 开了病危通知书 去学校办休学 辅导员看我都要死了 竟然还自己亲自来办休学 忍不住热泪盈眶 恨不得当场给我磕一个 倒也不必如此 顺利办完休学 我第一时间就拉黑了所有人的联系方式 按照校园怪谈的思路 估计不到三天 学校就会有我已经死了的传闻 这样很好 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 反正重来一次 我不想再和任何人扯上关系 从学校离开 我拿出了我父母留给我的所有积蓄 第一时间找人加固了我的别墅 整个别墅的外圈加高两米 用铁丝网挡得密不透风 顶端拉满了高压电 而且放了锋利的尖刺 大门的防盗网加固三层 就算是普通的电锯都没办法锯开 我还让工人在我别墅的外圈挖了深深的一道沟 如果丧失靠近就会掉进沟里 别墅内部也要加固 地下室铺设铁板 让整个地下密不透风 屋顶加装太阳能 我还到附近的工厂拉来了两个电机 以应对以后的停电 别墅原本的花谱全都让我产了 用来种地 我买来了各种各样的食物种子和种植书籍 末世来临以后 水资源非常的紧缺 别墅内的空房间全都让我用来储存水 原本张朝和新田的房间 现在全都成了储藏室 对别墅做完最基本的改装以后 我要做的就是大量的采购 我变现了所有的钱 并且套空了手头可以借到的贷款 当然 我是有底线的 美利贷肯定是不能碰的 感谢网贷 让我筹到了500万 巧的是 我重生之后三天 就是所有电商最大型的购物节 这三天里 工人帮我加雇别墅 我就在没日没夜的采购 里面凉油 油盐酱醋 生活洗漱用品 急救药物 快餐零食 但凡我能想到的 全都加入购物车 我把所有能领的购物券全都领了 所有能好的羊毛 一个都不放过 励志花最少的钱 买最多的东西 很快 购物节零点开抢 我用我单身20年的手速飞快的结算购物车 手速飞快 我甚至还抢到了好多赠品 金额巨大 我还领到很多额外的大奖 感谢购物节 我用400万买到了超市将近1000万的物资 那一刻 我无比满足地睡去 接下来的日子 我都在忙碌地收快递 我把收到的所有快递 全都分门别类地摆放在我别墅的各个储物间里 为了尽可能地多放 我把能拆的包装盒全都拆了 而那些拆掉的包装盒 我也不丢 我把它们堆在别墅的空地 这些纸板的用处很多 能当床税 还能当柴烧 改造房子和等快递的日子里 我在平西西和海鲜市场掏了很多奇奇怪怪 在旁人看来根本没用的玩意 烂鱼线 打火石 火柴 攀击锁 无人机 迷彩服 专业的冲锋 意图不削 这些野外求生设备买新的普遍价格昂贵 有的二手却非常的新 而且还是骨折价 我对新就没有任何要求 能用就行 房子的改造完成之后 我开始出门 我需要去采购一些网上买不到的东西 比如武器 即使我已经买了棒球棍和双利人的菜刀 但是我怕频繁地搜索和购买 会引起网警的注意 我可不想宝贵的时间 用在应付警察和解释我为什么突然准备了这么多物资里 在我的国家武器向来不好弄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 哪个胡同身就往哪里行 最终还真的让我摸到了一个黑市 武器很贵 以我留在手里的一百万根本买不了什么 而且那个黑市的头头让我有些紧张 他非常的帅气 男人卫族地让我窒息 光是被他看着我小腿肚就有点打颤 我匆匆地买了两把枪和五梭子子弹 还有两把刀就想要离开 但是转身离开 我却听到 等等 再给他两个手榴弹 我捧着两个手榴弹一脸的无措 那个男人叼着烟突然笑了 小姑娘买这些做什么 我低着头梅子生 他又问会用吗 我轻声说 看过电视里用 他痴笑 行 买到了武器 我很高兴 可是回到别墅 却看到了让我会气的人 张潮和新田在我别墅的门口 我看到他竟然在用撬棍撬我的门 我差点气地撅过去 那是老子花了十万桩的门 丧尸还没来呢 你要是敢给老子撬坏了 老子立刻一枪崩了你 有枪在手 我的腰杆子都无比地硬 被我当场撞破了他们窍门溜索 两人有一瞬地尴尬 但是很快张潮一脸急切地指责我 严严 我从辅导员那听说你生了脑癌病危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 新田 是啊 严严 你怎么能把我和张潮拉黑了啊 你知不知道我们有多担心 他们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样子 仿佛站在盛光之下 呵 我可不是得了脑癌吗 要不是我脑子里有癌 上辈子怎么会养了这两个白眼狼三年 现在他们之所以这么着急 真的以为我看不到他们眼底的兴奋 我名下没有继承人 如果我死了 他们就可以把我的别墅据为己有 只不过很可惜 距离末日来临不到一周 我现在分秒必争 我没工夫搭理他们 要进屋 却听到身后传来张潮古怪的声音 严严 你为什么要把房子弄成这个样子 我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 可能是怕借了高利贷 没钱还被砍吧 耳边凉凉的声音响起 这次我不止咯噔一下 心脏都要直接骤停的程度 竟然是那个黑老大 慈哥 果然就是这个小丫头 借了我们的钱 就彻底人间蒸发了 他身边一个小子指着我嚷嚷 张潮和新田一脸狐疑 炎炎 这是怎么回事 你借了什么高利贷 看他们紧张的样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动了他们的棺材本 我索性献鞭 我生病了 钱都用来治病花完了 我不想抵押父母留给我的房子 就借了五百万的高利贷看病 五百万 张潮和新田都一脸惊讶 还不等他们说什么 黑老大不耐地嘖了一声 他气场实在太强了 瞬间我 张潮和新田就跟三个小鸡仔一样 乖乖地排排站好 就差鞠躬说一声叔叔好 你们两个能帮他还钱吗 张潮和新田一脸复杂地摇了摇头 黑老大吃笑 那还不滚 想和他一起断手断脚 张潮和新田灰溜溜地滚了 独留我这一只小鸡苗 单薄地站在风中 慕言 第001号债务人 在我们抢钱贷贷了五十万 富力 十 拿我的钱找我买武器 还钱吧 黑老大嘴里叼着烟 拿着账本现场讨债 我敢对天发誓 我从没借过这么丧尽天良的贷款 我怀疑黑老大在捋我 但是我不敢滋生 离丧失爆发不到一周 除了我定的活情和鱼虾瀉 就差循环进水器还没到 我算了算 背影有些萧索 钱算得太满了 别说五万了 五百我都拿不出来 我从怀里掏出了一个手榴弹 大哥 你看这个行吗 黑老大嫌腻了一眼我怀里的手榴弹 用我送你的东西抵债 慕言 你够可以的 我谦虚 还行吧 还找谁借了 不记得了 黑老大又是吃笑 呵 你可真行 最后黑老大也没要到钱 走的时候甚至还倒搭了两桶红油漆 说是太重了 懒得带走 听他身边嚷嚷的小弟说 那是他们出门讨债的标配 只不过他们还没见过 我这样整得跟碉堡一样的别墅 不用他们坡 都已经够埋态的 我看了看我这后现代主义的中式建筑 学着黑老大那样冷吃 切 懂个屁 我高高兴兴地把油漆放在小推车上 推进屋里 这可是好东西 油漆的味道可以麻痹丧失的嗅觉 真是意外的收获 黑老大又来讨债了 只不过这次就他自己 他来的时候 我正在自己挖别墅前面的壕沟 当时他背光站在沟上看不清表情 我站在沟里灰头土脸 看他好像没有动手活埋我的意思 我开始心安理得地在壕沟里面拉鱼线 搓麻绳 丧失都倒在最后一道防线 看了一会儿 他什么都没说就走了 真是个奇怪的人 距离丧失爆发不到三天 我的准备进入了最后冲刺 采购的小鸡小猪苗全都入圈 淤虾穴分别进入了我后院 找人挖的池塘里 定制的循环净水器和水质蒸馏设备已经到位 能够确保我末世后期的水源问题 我在网上订购的商品 因为数量巨大 存在一些售后的问题 无奈之下 我只能选择退款 这让我又有了一些现金结余 算上最后的信用卡和蚂蚁额度 赶在最后的时间点 我准备出门做最后一次的采购 根据我的计划 末世的前三年的大部分时间 我都会在别墅里度过 为了解闷 我把家里的电视电脑平板 Switch和PS5 所有的电子设备 都下满了小说 电视电影和游戏 城里的二手书市场 过期的漫画书和杂志 都直接当废品案经称 我拉了一货车回来堆在仓库里 看完还能废物利用 用来烧火 有了这些 能很好地打发我末世独居的时光 上一世 每次都是我外出去找食物 而新田和张朝 则会一个借口 害怕一个借口 要保护物资不愿出门 这次 我绝不会再当女菩萨 我先开着我爸以前做生意的小货车 去拉了几十桶的柴油 这也是我好不容易才弄到的 用来后续攻击我的两辆车 一辆小货车和一辆越野车 然后 我开着小货车前往本市最大的超市 我仔细地算过 手里的现前 新卡出的银行卡 我还能刷出总共20万的额度 我要把这些钱全都花了 我伪装成有个小超市来进货的商贩 并且对我已经囤的物资 进行最后的查漏补缺 这次的重点是 最不易保存的绿色菜 我准备一半冷藏一半做成酱菜 坏了捏了的还能用来喂我的鸡鸽额 超市的小领导 看到我这样为他带动KPI 的客户非常的高兴 他甚至还殷勤地给我安排了一个人高马大的装货小弟 只不过 看到小弟的一瞬间 我可疑地沉默了一秒 小腿又抖出了熟悉的味道 竟然又是黑老大 这不是个小弟 小领导这是直接给我安排了一个祖宗 他眼神锐利地瞥了我一眼 带着警告的意味 仿佛在说 敢乱说话 砍死你 黑老大竟然真的帮我颁了物资 他穿着超市员工的衣服 收敛了浑身的匪气之后 竟然让我觉得 他就像个不安事事的少年 我听到小领导喊他 将辞 看着堂堂黑市大佬 竟然真的在给我搬东西 他发力时候 手臂和后颈完美的肌肉线条 不断地在我眼前乱晃 敲打着我的底线 我难免有些飘了 你的抢钱袋 是终于倒闭了吗 瞧我这张臭嘴 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邪腻了我一眼 就算是倒闭了 你欠我的钱也要还 啊 是是是 我敷衍地点了点头 反正还有两天就默示了 到时候五十万的钱 甚至都比不上一袋大米 大米吗 我要多少有多少 或许是我的态度 不够虔诚不够舔狗 江慈突然停下手上的动作 他看向我皱眉 你得了脑癌 我陷入了挣扎 总觉得要是我说是的话 好像一个死前 还对他骗财骗色的渣女 我到底还是良心发现 我没事 我就是骗他们的 江慈神色不明 为什么 我轻声说 他们对我做了不好的事情 江慈点了点头 语气凶狠 那就好 不还钱的话 砍死你 这个人是对浪漫过敏吗 这么悲伤的气氛 竟然还惦记着事 东西搬得差不多了 我准备离开 他突然问 沐妍 如果你遇到了 曾经深深伤害过你的人 你会怎么做 我想了想 认真的说 人被狗咬了 不能总想着咬回去 我会继续按照我的诡计 认真的活着 但是如果他们再来伤害我 我会选择先下手围墙 江慈笑了笑 那一笑就好像 我高中曾经暗恋过的笑草一样 纯粹 清澈 晃了我的眼 直到他疑惑地看过来 我才仓促地移开眼神 和江慈分别的时候 他突然对我说了一句话 小骗子 这次回去以后不要再出门了 我坐着车里 疑惑地歪了歪头 超市的电视里的新闻 突然开始播报 目前 一种新型病毒正在我是蔓延 请各位市民出行戴好口罩 不要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 我猛地转过头看向江慈 他眼神意味不明 嘴唇开合 无声地对我说 走 我慌乱地开车回到家 我原本以为 我已经计划得很好 但是我还是忽略了一点 末世的来临 或许并不是瞬间 或许在人群密集的大学城和市中心 这一切早就有迹可循 回到家之后 我立刻打开了我的发电机 接通了别墅外的高压电 并且收起了通过壕沟的木板 怀着复杂的心情 我躺在床上 我竟然梦到了江慈 我的脑中来来回回地 闪过他意味不明的眼神 这一夜 我睡得并不好 距离丧失爆发前的最后两天 我不敢再出门 我开始清点最终的战果 并且就我目前所有的物资 制定一个十年计划 只有自律而又节制地使用物资 才能在末世活下来 我平时就一直有记手账的习惯 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 目前大部分的食物 都会在一到两年内逐渐腐坏 冰冻能够延缓这种情况 感谢防腐剂 我囤的类似方便面罐头压缩饼干之类的物资 都能坚挺很多年不坏 但是五年后 畜牧业和水产养殖的产物 必须我食物的主要来源 幸好小的时候 我住在老家 曾经帮奶奶喂过鸡鸭 丰收的时候还割过麦穗掰过棒子 别墅的花园 因为场地有限 无法建造大棚 我自己动手改造一个简易的 做完记录 我进入厨房开始动手 将昨天才采买的大量蔬菜 腌制成酱菜 看着这些堆满了整个厨房的蔬菜 我的眼前忽然浮现出了僵瓷的身影 我摇了摇头 别想了 慕言 这或许就是你们最后一次见面 在命笔草剑的末世 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寄言残喘 我只想躺平在我的别墅里 而江慈 从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知道 他是要去开疆阔土的人 我和他是完全两个世界的人 我将腌好的酱菜 放进了别墅的地窖里 忙碌了一天后 我狠狠地犒劳了自己 盆了那么多的物资 我还是忍不住奢侈了一把 晚饭吃的是糖醋辣椒 油焖大虾和冬瓜排骨汤 味道非常的棒 就算是末世三年毫无发挥的余地 但是我的手艺却一点都没有生疏 曾经漠视的经历 让我格外地珍惜食物 我连着两碗米饭 把菜全都吃完了 吃完饭 我开始刷剧 看着手底这部追了一半的剧 我心里觉得可惜 再不开超前点播 这部剧就只能埋了 男女主角身份差异这么大 到底最后会不会在一起啊 可恶 好想知道 剧情正到高潮的时候 门外突然响起了嘈杂的喊声 盐盐 快开门 盐盐 出事了 快让我们进去啊 是张潮和新田 我瞬间沉下脸 眼底全是晦气 离开房间的时候 我带上了从江慈那买的枪 整个别墅都已经被我改造的密不透风 我来到门前 和他们一墙之隔 听到我开门的声音 张潮和新田都非常的激动 他们喊 盐盐 快开门啊 我没有应声 新田 盐盐 大学城里出现了丧尸 就跟电影里那样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你先让我们进去啊 张潮 对 盐盐 你一个女生独自住在郊外太危险了 让我们进去 我会保护你 哈 我到底忍不住讽刺地吃笑 保护我 到底是多才能说出口 听到我的声音 他们的叫喊更加的激烈 突然 他们安静了下来 张潮的话从门后透过来 穆盐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你怎么能这样见死不救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还有你的别墅 为什么突然就弄成了这个样子 隔着厚厚的门墙 我竟然都听出了他语气中的阴森和怨恨 我的脑中浮现将此问我的问题 之前 我一直担心会被警察盯上 但是现在 我想 是时候了 我定做的房门有三层 最外层是不将钢的防盗门栅栏 第二层是通电的铁丝网 最里面的那层才是门的本体 我突然打开了门 门外张潮和新田眼中的算计和阴狠 还挂在脸上 来不及收起 张潮和新田的身上有很多伤口 对于我不知的陷阱成果 我还算满意 看到我 他们僵硬了一瞬 立刻露出了讨好的笑容 我同样笑了笑 然后举起了手中的枪 砰 我仅仅只是发了个语气词 张潮和新田就被我吓破了胆 张潮甚至还尖叫着躲到了新田的身后 看到他们这样没用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很没意思 我对杀他们丧失了兴趣 我真的要因为这样卑劣的人 让自己的双手沾满鲜血吗 我选择和自己和解 就当我是圣母吧 不理他们惊骇的脸 我关上门离开 那一夜 我睡得异常的安稳 只不过 半夜里我睡一朦胧间 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 但是第二天等我起床去看的时候 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今天就是前世丧失全面爆发的日子 我一天都坐在电视前 看着一个个原本还在正常运行的电台 他们有的变成了新闻联播 有的变成了雪花 世界仿佛瞬间变了模样 晚上 我打开我昨天在看的那部连载电视剧 果然没有更新 那一刻 我心中在尘埃落定的同时 也有些淡淡的遗憾 我的末世独居生活正式开始了 我的别墅位置很偏 前世的时候就嫌少有丧失出现 这次有了我的提前准备 我到现在就连丧失的面都没见过 只不过偶尔有车辆经过 汽车行驶的轰鸣声会让我的精神突然紧绷 在末世 险恶的人心 甚至比丧失更加可怕 我突然发现 我之前买的那群鸡鸭 有点小小的问题 看着明明是同一批来的钟 四五只光吃不长鸽的小鸡和小鸭 我陷入了沉默 我想要不今天就吃它们吧 光炫饭不长个也不是个事 什么家庭能经得起这样吃 不过考虑到活情的珍贵 我还是比较谨慎地上网搜索了一下 末世初期 很多网站虽然荒废了 但是个别的却还可以使用 一番搜索后 我发现我的这批肉食鸡肉食鸭里 竟然混进了两只路丁鸡和两只科尔鸭 我疑惑 难道是私奔的路上被误抓的吗 在我决定 先把这几只光吃不长的小东西吃掉的当晚 磨刀霍霍之际 它们竟然各给我下了一枚蛋 犹豫了一瞬 感叹大自然生命的伟大 以及动物的求生欲 我放下了菜刀 并且拿出了我提前采购的孵蛋器 我迷上了孵蛋 每天清晨只要一醒 我都会忍不住去看看那两枚蛋 一周后 我将蛋放在灯光底下照 看到里面隐隐跳动的心脏 和逐渐展开的血丝 我的眼眶竟有些酸涩 在末世 新生命总是能让人感到喜悦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就像一个勤勤恳恳的鸡妈妈 露丁基和科尔鸭的孵化时间和环境都不相同 露丁基为16天 而科尔鸭则需要26天 并且相较于鸡 鸭的孵化需要更高的空气湿度 每天 我都会将这两枚蛋的情况记录下来 半个月的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今天早上起床 我例行去看我的蛋 那枚露丁基的蛋已经到了快破壳的时间 但是它却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我怕它会闷死在里面 我用镊子 小心地在它的蛋壳表面开了个洞 接下来的一整天 我都蹲在边上 就连饭都没顾上吃 当我看到从我开的那个洞里 看到露丁基小小的会时 我忍不住喜极而泣 小露丁基出生了 我给它取名为储备梁一号 我带它的妈妈来看过它 但是它妈妈日日沉迷恋爱 根本不想带娃 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眼 并且又上供了一个蛋的保护费以后 就挥着鸡翅膀子走了 我看了一眼手里的储备梁一号 就抄你们的家 最后我还是把那枚新的蛋做了标记 放进了孵蛋器 看完出生海藻的科尔压之后 我到园子里给我的瓜果蔬菜浇水 浇到一半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屋外传来了丧尸的叫声 我一下就来了精神 是活的 会动的丧尸 这只丧尸 极有可能会成为这一世进入末世之后 我看到的第一只丧尸 给我整得还怪兴奋的 我打开了内门 看到门外那只蹒跚着 缺胳膊断腿的丧尸时 竟然还觉得有些亲切 真是独居久了 看丧尸都觉得眉清目秀的 但是 新鲜镜一过 我立刻转身回屋去取我的大砍刀 奇怪的是 等我回来之后 那只丧尸已经不知所踪 我有些疑惑 难道是逛到别的地方去了吗 我探头探脑地忘了忘 都没有那个Sung Guy 溜子的身影 我只能有些失望地放了刀 虽然有些手痒 但是我显然更喜欢现在这样躺平的生活 路钉机长得飞快 不到一周就已经能独立地行走进食 她是个女孩子 就喜欢满屋子的撒欢 下一小坨便便作为到此一游的印记 小小的 萌萌的 特别会气人 到了科尔亚出壳的日子 科尔亚的孵化 比路钉机要艰难得多 好在我也算是有了些经验 虽然惊险万分 但是最终 我还是成功地拥有了一个 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甚至都不同种族的好大 最近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摆在我的面前 我一脸凝重地坐在我的菜园里 看着眼前正成群结队 拉帮结派的罪魁祸首 距离储贝良一号出生 已经将近两个月 而鹿丁机只需要一个半月就会成年 算上后来那只最初的鹿丁机 每天的上贡 我大概拥有将近三十来只机 而很快这三十来只机 又会以每天一个蛋的速度 为我的鸡群添砖加瓦 啊 行了行了行了 我强迫自己停下这道可怕的计算 就在我发愁到底要怎么处理 我亲手孵出来的小鸡时 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 你好 抢钱贷 来抢钱 001号债务人 准备什么时候还钱 我猛地转过头 强压下内心的惊讶 问 谁 外头的人显然不耐烦 我脑中不自觉地挠不出 他叼着烟冷吃的样子 你的债主 我打开了门上的小窗户 透过层层的铁丝网 看门外的人 也许是我瞪大眼 不可置信的样子 实在是太呆了 他不自觉地笑了一下 被晃了一下眼 我的表情更呆了 将此拿出了他的收账本 001号账务人慕言 目前于737 复利计算本期一共要换20万 看我一脸的复杂 他挑了挑眉 有问题 我 可能在你眼里我有点傻 但是我并不瞎 张狂地对我展示了一下 那空空如也的账本 将此吃笑 所以呢 你不还 我诚恳地点了点头 我没钱 不过 恰巧这时有一只鹿丁鸡 从我的脚面踩过 并且在我的鞋面上 留下了一坨鸡屎 恶从胆边生 我一把抓起小鸡 透过小窗户 向着将此的方向递过去 在我的手马上 要接触到高压铁丝网的时候 他突然皱眉 等等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 将此抬高音量说话的样子 我被他吓得一哆嗦 小腿肚忍不住又有些打颤 看我又要伸手 他抿了抿唇 看到我摊开手心 里面露出的鹿丁鸡时 他的眉头都快拧成麻花 以为他对我的供品不满 我极力地推销 这种鸡你别看他小 繁殖起来很快的 一个半月就能出一笼 而且吃起来味道和正经鸡差不多 特别香 将此和我手心的小鸡 大眼瞪小眼 看起来好像还是不太满意 土以量取胜隔着门 我把小鸡一只一只地递给他 我招呼他 快拿着呀 仿佛是来监视的老母亲一样殷勤 在短暂的沉默后 将此接过勒鸡 手指相触的一瞬间 我感觉被烫了一下 后来 小鸡太多了 将此的手里放不下 他就揣进了兜里 将此走的时候 我看到储备梁一号 从他的兜里探出头来 他昂着头瞪着眼 挥着鸡翅膀子拍胸的样子 仿佛在问我的良心会不会痛 将此走的时候 留下一句 这次的这些只能算利息 应付完将此之后 我松了口气 我还挺高兴的 陆丁基泛滥的问题 就这样被我很好的解决 今天是我们国家的农历新年 我在后院里栽的苹果树 也迎来了丰收的日子 听到屋外熟悉的 拽的258万的声音 我看了一眼猫眼打开门 看到我的造型 将此沉默了一秒 你在干嘛 他的语气不太确定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小花袄 摸了摸我的绿头巾 一手的灰 红配绿 赛狗屁 我 我在摘苹果呢 他看起来好像不怎么相信 我问 又来收债啊 将此点头 我笑了 这不是巧了 我递给他一袋子苹果 用这个抵债吧 苹果 平安果 祝你平安 他接过苹果 离开之前 他背对着我说 新年快乐 我愣了愣 轻声回了一句 新年快乐 父母离世后 我已经习惯了独自过新年 末世的物资珍贵 我没有铺张浪费 做了几个精致的小菜 拿出我用鸭肠鸡罐的香肠 晾了已经有一阵 味道很不错 下次将此来的时候 或许可以拿这个抵债 我突然发现 今天将此好像额外的好糊弄 几颗苹果就把它打发了 希望它能一直如此 阿门 晚上 我拿出了我在末世前逃来的旧书 看得津津有味 点了火灯 做完读书笔记 我便早早地睡去 这夜 我做了一个好梦 梦里里有我早早逝去的父母 没有丧失 时间过得飞快 出了年 就奔着四月去 最近 我突然在我的池塘里发现了小蝌蚪 我发现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拖着尾巴长出了后腿 那么 让我用宇宙起源的角度 讨论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到底是先有鸡 还是先有蛋呢 我的池塘里并没有青蛙 这些小蝌蚪到底是哪里来的 担心这些小蝌蚪被鱼吃了 我给它们单独辟了一块鱼糖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 我都在美滋滋地等待着我的小蝌蚪长成牛蛙 最后再变成泡椒牛蛙 直到 江慈又一次出现 听到我跟他说 下一次或许能给他上供牛蛙的时候 他突然沉默了一秒 然后 我看到他一言难尽地看过来 慕言 你知道吗 三到四月的蝌蚪都是癞蛤蟆 我惊讶地慢慢睁大了眼 我愤怒地关上了门 将将此恶劣的笑声隔绝在门后 并且悍然拒绝了这次的上供 我吃不上牛蛙 你也没得吃 谁都别想捞着好 我用仅存还能运作的网站查询了一下 早春三 四月的蝌蚪都是癞蛤蟆 青蛙蝌蚪五月才会有 每当冬季到来 癞蛤蚪便潜入烂泥内 用发达的后织绝土 在洞穴内冬眠 应该在末世初期 有癞蛤蟆混进了我的鱼塘冬眠 我只能糟心地把这些蝌蚪全都捞出来 虽然癞蛤蟆对庄稼有好处 但是它的长相 我真的无福消瘦 我刚把蝌蚪全都捞进塑料袋里 正愁要怎么杀生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屋外传来 全都捞完了就给我 这次便宜你了 这些就当是利息 是江慈 他竟然还没走 我把袋子递给他的时候 有些奇怪地问 你要这些蝌蚪用来做什么 他笑 养大之后去吃天鹅肉 他一直都是好看的 笑起来的时候更好看了 我突然有些期待 他下次再来收债 最近 我发现丧尸变多了 这有些反常 前世的时候 一直到第三年 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我这么偏远的地方 丧尸都开始变多的话 那不知道城市里会是什么样 我用望眼镜观察了一下附近的情况 确认没有异常情况后 做好防护带着大砍刀 我麻溜地 把在我别墅附近逛街的丧尸 全都砍死了 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 双清离世后 我就去学了自由搏击 不是我吹 就我们小区 52公斤 级别的 我打遍天下无敌手 江慈来的时候 正好碰到我跟切菜一样的 切下了最后那只丧失的半颗小脑瓜 脑瓜子掉到了地上 还怪有弹性地弹了两下 在地上撒了一路的脑花 我和江慈的视线 不约而同地都集中在那颗脑瓜子上 甚至还跟他弹跳的幅度 一起小幅度地点了下头 察觉到江慈看过来的视线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拿着的大砍刀的刀刃上 还在往下躺着不明液体 气氛诡异中带着点滑稽 江慈目送着我进了屋 我有些犹豫要不要邀请他 可是世道还是让我没有开口 好在江慈看起来 似乎也对我这个碉堡的品位 相当嗤之以鼻 没有丝毫想尽的意思 我和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 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 而我会提前准备好上贡的物资 这次 我准备的是一筐土豆 6月 正是土豆成熟的季节 但是意外的是 他却没有收 我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怀疑他是不是飘了 这可是默契 竟然连土豆都不要了 这得膨胀成什么样了啊 而他只是说 慕言 最近不要再跑出去了 外面的丧尸不用管 自有人会处理 我眨把眨把眼 没太明白他的意思 有人处理 难道是物业会开插车 来把丧尸插走吗 江慈瞪了我一眼 那眼神让我感觉 我就好像一个朽木 江慈走了 他走的时候说的话 没有来得让我感觉心慌 焦虑让我坐立不安 我突然有些懊恼 为什么他走的时候 我只是傻傻地看着什么都没说 回到别墅 我穿梭在每个房间 来来回回地清点我的物资 好像只有这样 才能让我感到一丝安全感 接下来的日子里 江慈来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 有的时候 我不得不更换掉我准备的物资 因为长久的等待 他们面临腐烂变质的危险 直到一连三个月 它都没有出现 我又彻底变回了原来的独居生活 我已经不再需要 为物资的问题担心 种植的瓜果蔬菜 都已经开始有序地成熟 物资开始进入正向增长阶段 我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松鼠 开始将这些吃不完的食物 通过各种手段铸藏起来 好应对末世以来的第二个寒冬 一个人独居实在是太寂寞了 就算末世的资源匮乏 我还是忍不住养了只宠物 是我最早孵化出的科尔鸭 我给它取名叫大大 每天早上 大大都会在我的床头把我灼醒 它两颗小绿豆眼注视我的时候 像极了你催稿的样子 就吃三顿专门的鸭饲料以外 我还会给它加点烂菜帮子 大大不挑食 是个垃圾桶 对它的食食物 我很满意 在正式入冬之前 江慈再一次出现 当时我正在收萝卜 看着一根根肥美硕大的萝卜 我的脑中已经忍不住开始浮现 它被我做成各种料理和泡菜的样子 它出现在门外的时候 甚至还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 我就好像有着心灵感应一般 急匆匆地跑过去开门 看到江慈的时候 它瘦了 也黑了 身上的血腥味和阴郁之气 好像浓得怎么都化不开 它看起来很疲惫 我试探地问 你来收债吗 它摇了摇头 我来看看你 那一刻 我的心好像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它看着我突然睁大的眼睛 清浅地勾了勾嘴角 就在它想要转身离开的时候 我突然出声 江慈 你要不要 进来做做 它转过身看了我一眼 皱了皱眉 目颜 你怎么还是不长记性 语气里突然的严厉 让我忍不住感到酸涩和委屈 将此走了 我总感觉这一次 它不会再来了 又是一年冬 冬天能用来食用的绿叶菜很少 白菜 菠菜 萝卜 是少有的抗低温蔬菜 我在末世前买的猪苗 已经长大下过两次小猪仔 当它们开始繁殖后 就一发不可收尸 我的花园变得逐渐拥挤 并且 气味沁人心脾 熏得我脑瓜子成天嗡嗡的 最终考虑到场地有限 我还是把魔掌 伸向了我的猪圈 独自杀猪并不容易 公猪被我养得飙肥体胖 我将它绑好以后 用脚踩住它的头 手起刀落 结果了它的生命 枕头猪被我按照不同部位切开 洗净 分开保存 这项工作对我来说并不轻松 一头一岁左右的成年公猪 有四五百公斤 别说猪肉了 光是猪下水都得有五十来斤 它们气味浓重 真是丧尸看到了 都会忍不住摇摇头 连续忙了两天 我才算是把一枕头猪处理完 等我全都忙活完 我发现我竟然下意识地流出了一份 看着我额外流出的五十斤猪肉 外加株下水 我沉没了一瞬 然后 我将它们放在冰柜的一处单独保存 临近过年 我特地选了一条长相完美的三层五花和大肠 准备做烤肉吃 剩下的好肉 我包了许多水饺 有猪肉大葱馅的 猪肉白菜和猪肉酸菜馅的 我自己和面显皮 一个个水饺让我包得像一个元宝一样 憨态可居 让人垂涎欲低 过年 自然少不了炸物 我喜欢吃茄盒 藕盒 还有小酥肉 我从冰柜里 拿了我今年夏天结出来的茄子 拿到藕的时候 我有些舍不得 藕这类水生植物对于我来说 种植条件太过苛刻 吃一点就少一点 等全都忙完回头一看 相较于去年 今年我准备的有些多了 伴随着别墅外游荡丧尸的吼声 新年悄然来临 即使我独自一人待在别墅 我也能察觉到 这一世丧尸的扩散 要比前世来得更加的严重 我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 但是希望失朝不要危及我的别墅 除此以外 我无能为力 这个新年 因为时局的动荡 我感受不到一丝喜意 独自吃完年夜饭 将没吃完的食物收拾完 像去年一样 我打开了一本新书 直到夜幕完全落下 书还停留在飞夜 外面突然传来了熟悉的轰鸣声 我猛地放下书 向着屋外奔去 脸上带着迟来的喜悦 刚走到屋外 我突然顿下脚步 我紧索眉头转身 拿起了望眼镜向外看去 不是江慈时 我立刻拉起了整个别墅的高压电闸门 为了省电 别墅没有开灯 我隐在暗处 用望远镜观察着车里的人 他看起来有些眼熟 是之前和江慈一起来收账时候的那个小弟 那两桶红油漆 就是他哼哧哼哧地搬下来的 看到他开门下车 我将手中的手枪上了弦 意外的是 下车后 他并没有靠近我的别墅 而是高高地举起了手 当他摊开手心的时候 我看到了里面有一只油光水滑的小鸡 高高地昂着头 芝麻大的小眼 屁腻着他身边愚蠢的人类 一看平时就养尊处优 我时待遇都不错的样子 考虑到这个世界上 可能不会有第三个人 能干出在末世养露丁基 这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打开了大门 隔着高压铁丝网 我和这位小弟大眼瞪小眼 他说他叫周燕 是江慈的亲信 然后他给我展示了一下 江慈让他带来的信物 一只露丁基 一个苹果 一个番茄 还有一只癞蛤蟆 感情江慈还真的把那些蝌蚪养大了 展示完之后 我看着他把那些玩意儿 又跟宝贝一样塞回了袋子里 我有些期待江慈让周燕来是为什么 但是接下来 周燕的动作却让我愣在当场 他拿出了那本一直在江慈手里 我在熟悉不过的无字账单 当着我的面 将他撕得粉碎 就好像彻底将我和江慈之间微薄的 不能再微薄的联系 彻底斩断一般 然后他抬起眼一脸认真的对我说 词歌的原话 001号债务人慕言 你的账务已经全部还清 从今以后再无瓜葛 说完不离我待在那的憨脸 他转身离开 看到他要走 我一下失了分寸 忘记了高压电的事就要追 周燕一下下地转过头 你慢点 我疑惑他怎么会知道我房子的结构 说起来 上次我要给江慈递东西的时候 他好像也有一样的反应 我的脑中突然有无数的信息 快速地划过 我问他 江慈呢 周燕抿了抿唇 一脸悲痛 慈歌 他死了 我沉默了两秒 语气有些复杂 你是觉得我傻吗 他好像在嘀咕 不是傻 是缺心眼 我嗯了一声 一字一句地说 你说的话 我不信 周燕咬了咬牙 我说的都是真的 慕言 慈歌他死了 你别等他了 说着 周燕就跟后面有狗在撵一样的就要跑 啊 这可能有点误会 我说 我没等他 被我一叶 周燕突然就不走了 他一脸愤慨地转过头 看我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片材片色的渣女一样 明明是他挑的头 现在他竟然看起来气得不行 他愤怒地说 不是 你凭什么就不等他呀 你知不知道就慈歌那样的条件 要什么样的女的没有吗 现在在基地 就连以前那些上层名院 明星女顶流 哪个不是个个的巴着他 他别说碰了 就连余光都没看过人家一眼 这都是因为谁 还不都是因为你 也不知道你到底给慈歌下了什么迷魂药了 就成天那些小鸡小鸭的 对 还有癞蛤蟆 送个癞蛤蟆 都能给慈歌整得五迷三道的 对着这脑袋上全是泡的丑东西 慈歌都能高兴一天 说着 好像实在是气不过 周燕一把从袋子里掏出了那只癞蛤蟆 伸到我的跟前 和这丑东西对视了一下 我忍不住别开了眼 周燕更加生气了 你看都不想看的东西 慈歌还荡成宝 你知不知道基地里那路丁基 都泛滥成灾成什么样了 就这慈歌都从来不让我们吃 上回有人偷吃了几只 被慈歌安排连着打了七天搜查队的先锋 呃 这话 我真不知道怎么接 但是并不耽误我的嘴角 已经咧到了耳朵根 看我这样 周燕好像突然就平衡了 他正了正脸色 跟我说了很多事 走的时候 他一脸郑重的对我说 慈言 嫂子 我喊你一声嫂子 你等等慈歌行吗 我从周燕那里知道了很多的事情 第一件事 就是有关于张朝和新田的 那天用枪吓唬了他们之后 我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 我原本以为 他们是去别的地方逃难了 但是却不想 其实就在当晚他们就死在了我的别墅高压殿下 而那晚 我梦中依稀听到的动静 就是张朝和新田触电之后 江慈找人处理了他们的尸体 其次 我别墅附近偶尔出现的车辆的轰鸣声 周燕说 江慈会派人定时来清理我别墅外围的丧尸 不光是丧尸 那些对我别墅有觊觎的人 也会被江慈的人秘密地处理 再有就是 我确实从来都没有借过什么抢钱贷 这一切的一切 从我踏进那个黑市开始 都不过是江慈处心积虑的借口 一时之间 我的脑中突然闪过了许多曾经被我忽略的细节 我寻找黑市的时候 就仿佛早就有人等在那 一步一步地引导我 我想要弄柴油 就能凑巧弄到 那些我在海鲜市场逃来的各种设备 物美价廉 而他们的发货渠道竟然都是各种官网 还有 前市的时候 我独自出去找寻食物的时候 总会有一道若隐若现的视线 在注视着我 我不知道这些之前是否有关联 但是我想等江慈当面问个清楚 今年的冬天格外的寒冷 并且格外的漫长 我消耗了相比上年三倍的柴火和电量 加厚了好几层我的种植和禽类养殖大棚 但是即使如此 我饲养的禽类和种植的植物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损伤 每天早晨 我都会收获被冻死的禽类或者蔬菜 有时候是小鸡 有时候是鱼 有时候是白菜 就算有些没有死 看起来也是黏黏的 它们簇拥在一起 以此获得稍许的温暖 看着园子里唯一一朵正傲力之头的蜡梅 我暗自希望这个冬天能够快点过去 所幸 五月 天终于开始往暖祸里走 我发现 经过这个漫长的寒冬之后 丧尸的数量急剧下降 前世 我死的时候 专家还没有研究出丧尸形成的原理 但是三年与丧尸的对抗中 人们总结出了一些经验 寒冷和黑夜会让丧尸的行动迟缓 并且寒冷会让他们的嗅觉变得迟钝 曾经有人推测 一场极致而又漫长的寒冷之后 丧尸可能自己就会灭绝 丧尸病毒则会永远留在那个寒冬 掩埋在深不见底的雪下 届时 人们将会迎来一场春暖花开 我有些期待 前一世我没有等来的 是否这一世会到来 炸暖还寒 百废待兴 经过一个漫长的严冬 我苦心经营了一年多的菜园 差点复制一具 还好我提前采购了大量的种子 将完全冻死的菜根产完 赶在夏天来临之前 我开始新一轮的播种 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自己干了整整四天 才算是完成 因为严冬的关系 整个节气规律变得紊乱 我只能靠着我的经验 去播种相应时间的种子 播种完 时间又变得松快了起来 我搬出躺椅放在院子里 一边看着书 一边静静地等待着 心中的萌芽 最近 我接连几天都能听到城市的中心位置 传来巨大的爆破声 我离那里实在是太远了 就算我几次三番用望远镜去观察 层层的建筑物 还是遮挡了我的视线 整理仓库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了 曾经在很久之前 被我从海鲜市场逃来的无人机 我试了试 因为电量耗尽 它没有办法正常运行 一番番相倒柜 我找到了它的充电器 充电的过程中 我摒弃宁神 有些紧张 看到它终于充满电 并且能够正常运行的时候 我笑了 我是个手残 我记得 我刚拿到驾照的时候 驾校教练就与众星长地说过 慕言 你拿到驾照以后啊 就找个保险箱锁起来 为了人类的延续 这辈子千万别拿出来 无人机在我手里 刚飞起来的时候 颤颤巍巍 彷徨又无措 好几次旋转 跳跃 俯冲 盘旋后 削掉了路过无辜丧失的半个脑袋 总算能走出一个直线 这款无人机最远的操控范围是 7公里 就算如此 以我别墅到市中心的距离 还是太短了 但是透过无人机反馈的镜头 我发现 我一直以来听到的巨大爆破声 竟然是人类对丧失的围剿 无人机所能到达的位置 丧失已经被清理的所剩无几 而现在战火最热烈的地方 就是市中心丧失最多的地方 这场胜利 仿佛已经在向全人类招手 撤回无人机 我的心情激动得久久都不能平复 一周后的一个清晨 我突然被巨大的喧闹声吵醒 是从市中心传来的 就连我这都能听到这么大的动静 可想而知市中心会是怎样的盛景 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这场末日结束了 至少在我所在的城市 它结束了 那一瞬 我的眼眶突然感到酸涩 庆幸的同时 我竟然感到有些迷茫 这天 我独自在我的菜园里坐了一天 似乎是感受到我不同的气息 就连向来没心没肺的 大大忍不住摇着过来 用鼻孔看我 它啄了啄我 我推开它 非常严肃地说 别打扰我 我在思考 看我一本正经的发呆 大大跳进我的怀里 和我一起晒太阳 晒着晒着 我就有些困了 一时朦胧之际 我好像听到门外传来了 曾经无数次听到的 懒洋洋地 拽得二五八万的声音 开门 我猛地从梦中醒来 大大跌在地上 嘎了一声 一脸懵逼 我转过头 直直地向着门外的方向看去 差点将门板烫穿 我不知道刚刚到底是梦还是真实 我探着脖子去听 可是这次 我却什么声音都没听到 我自嘲地笑了笑 慕言 你现在这样可真像个娇妻怨妇 将词说得对 我就是不长记性 我从不曾爱过张朝 会同意他的追求 不过是因为独自一人而感到孤单 渴望亲人的温暖 我早就发现他和心田有染 我不仅不生气 甚至还庆幸这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拒绝他的肢体接触 不明白我为什么突然陷入了阴郁 被沉痛的气氛所笼罩 大大有些无措的 嘎 下一秒 慕言 你是准备让你的鸭儿子帮你开门 我获得站起身 刷得一下拉开门 看到门外的人隔着铁丝网 我一声不吭 看我一脸的倔强 姜慈突然就笑了 慕言 你可真行 一阵不见 你竟然还把自己吃胖了 看看姜慈这说的是什么话 能吃是福 而且仙女的事情 少管 姜慈瘦了 整个人都快瘦脱象了 头发有些长 胡茶看起来都扎人 就算是隔着门的距离 我都能闻到他身上浓浓的硝烟味 他应该是参与了市中心的那场围剿 甚至很有可能刚刚从战线上回来 他是来和我分享胜利的喜悦的吗 观察了他一会儿 我还是没忍住 姜慈 你怎么能把自己整得这么埋态 他皱着没看向我的样子 好像是在疑惑 为什么我会长了嘴 我们相对无言地站了一会儿 气氛诡异 我的大脚趾忍不住开始从事建筑工作 走了 他道 我突然就生气了 我质问他 姜慈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他愣了愣 还来不及做出反应 我彻底变成了脱江的野马 不管你喜不喜欢我 反正今天我把话撂着了 我喜欢你 他好像被我的话整萌了 第一次 我体会到了 曾经他看我发傻时候的快乐 好一会儿 他才回过神 他失笑 慕言 这种话不应该是你一个女孩先开口的 这个世界 好像已经没有我在意的人了 我告诉他 仙女想要的人就一定要得到 我一脚踹开了铁门 迫于我的气势汹汹 他竟然恭敬地往边上让了让 走到他的跟前 我指示着他 这是我第一次和姜慈 站在这样近的距离 我说 今天你别走了 说完 我就拽住他的手 让屋里走 他被我拉着走了两步 即将迈进大门的时候 他突然反手一把握住了我的手腕 我惊讶地转过头看向他 他一脸认真地看着我 问我 慕言 我是一个成年男人 你知道你对我说这样的话意味着什么吗 我回他 我当然知道 姜慈 前面的99步你都走了 最后一步 你反而怂了 明明是你先来招惹我的不是吗 听完我的话 姜慈笑了 笑得邪气肆意 下一秒 他反客为主 拽着我的手向着屋里走去 走动之间 甚至带着迫切的意味 进了屋 被我屋内温馨的气息萦绕 我和姜慈好像终于从刚刚的梦浪中回过神 连带着 两人光是站着都感到无措 我洋装自然地道 电热水器里面有我今天早上刚灌满的水 你先去洗个澡吧 我去给你拿我爸以前的刮胡刀 哦 对了 你的头发也剃了吧 都快盖住眼睛了 姜慈摁了一声 接下来 他随我摆弄 考虑到我这个Tony老师水平有限 我索性给姜慈推了个寸头 镜子里 我看到 姜慈坐着 我站着 他一直在盯着我看 炙热的视线 让我触到他头发的手不断地颤抖 这一世 我背的男士衣服不多 拿了简单的白T 和运动裤给姜慈 你先洗吧 我去给你做饭 去池塘里捞了一条鱼和一些虾 从冷库里拿出储藏的蔬菜 还有昨天做了一半放在冷藏的猪肉 我做了糖醋鱼 白灼虾 番茄炒蛋和白菜包肉 抓了两只鹿丁鸡 我喂了一碗鸡汤 做到一半 姜慈就洗完了 我于光看到他穿着我给他的衣服 抱着胸歪着头 双腿交叠着 斜靠在厨房的门边 他一直在看着我 我一不小心手一抖 多加了一勺盐 米饭咕咚咕咚地落了滚 最后焖饭的时间 我盛出了鸡汤 捞出白灼虾 并且准备了蘸料 碗中放入葱姜蒜 二勺生抽 一勺蒸鱼酱油 半勺米醋 半勺香油 再淋上少于热油 放入小米椒和葱绿 搅拌均匀 我轻声说 吃饭了 姜慈自然地走过来 将我准备好的菜端走 我拿着两碗米饭出去的时候 他就在那坐着等着我 那一刻 我仿佛看到了姜慈的身上 染上了人间烟火气 吃完饭 姜慈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曾经有个人 从小就在泥潭中长大 一路给人卖命 当到了黑市的一个小头目 后来 末世来了 这个小头目 就跟着黑市的老大 建立了一个基地 基地内部非常的混乱 这里的人虽然活着 但是却和死了没有区别 基地里到处都是暴力 买卖 交易 人命在这里比草还贱 为了一个面包 女人可以出卖自己 男人可以出卖老婆孩子 兄弟亲人朋友 可以背后插刀 心情压抑到极致的时候 小头目会趁着在外 搜集物资的时候 到附近的无人区抽根烟 不知从哪天开始 小头目的这一方净土里 出现了一个女孩 她总是独自外出 搜集物资 形色匆匆 目光警惕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车记真是十年如一日的稀巴烂 有时候看得小头目 都忍不住为她捏把汗 后来 小头目发现 这个女孩 竟然和另外一男一女住在一起 女孩就像个老妈子一样的照顾她们 但是这对男女 却在女孩外出的时候 在别墅里偷情 小头目知道 她对这个女孩的关注 已经超过了好奇的尺度 这个乱世 她这样的泥腿子 不配弹琴 她走了心 却收了心 那天 小头目照常外出寻找物资 那天她的右眼皮一直在跳 她本能地感到不好 小头目想或许她的死期终于来临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她早就已经准备好 但是当她看到 那个女孩不设防地 被人推进丧尸群的时候 她突然就疯了 原本应该对准丧尸的枪 毫不犹豫地转向了那对狗男女 而她 也在请客间 被丧尸群彻底地吞没 后来 我问她 江慈 为什么你不一开始就来找我 她说 莫言 有国才有家 这一事 我想给你个家 我叫她的派对狗男女 我叫她的派对狗男女